给我一些建议 好吧 去找谭谭什么的 对 朋友是朋友 对吧 都是朋友 对吧 我自己事业有点满 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找这个 找那个呢 知道吧 像谭谭暗子 我们的话都是 都是朋友 然后呢 摔也不欠摔什么的 对吧 但是人家这个 这个二妹吧 她放了这个五百块钱 我觉得像放了五千块钱一样的 因为她 这五百块钱对她来说 就可能就像我们看的五千块钱一样的 真的是吗 二妹人皮好 其实好不好 这个都对我来说 都没有这么重要 知道吧 没有这么重要 主要是 要把她的这个划给她 不然我心里过于不去啊 家人们 我心里过于不去 说实话 你没说该怎么办 家人们 哎呀 这两天呢 也忙着 忙着事情 也没有给大家直播 要去是吧 二妹人皮好 来 你们告诉我 去还是不去 去的话 抠个音 我明天或者后天就出发 去找她 现在我的这边的事情 也差不多了 如果说你们觉得要去的话 抠个音 我去找到她 电话喂不到了 我那天喂了他们 头饰也都不知道 他们老板也不知道 去的话全部抠个音 我明天就出发五六个小时 到他们那边县城 然后再到他们的老家 去亲自去找她 好吧 去的话抠个音 不去的话我就回老家了 因为我这边事情 也差不多要瞒我了 明天或者后天 这两天我就要出发 知道吧 这两天我就要出发 你们说去找她 你们说去找她 我就 我就这两天就出发 去找她 不去我就回我 回我家了 去找她的话 我先把 我先把 我先找到她 然后把这个钱还给她了 我再 再回我的老家去 因为大娘山这边 就西叉这边 到他们那个县城 确实也要 也要五六个小时 如果堵车的话 可能要六七个小时 七八个小时 知道吧 开车 因为他们那边 是没有高铁啊 没有什么火车之类的 只能开车 开车去啊 只能开车去的话 确实要五六个小时 我那天查了 他们是四川 就是这个整个 因为她是给我说过 他们那边的县城叫什么 知道吧 然后这边到他们那边的县城 确实要五六个小时 这样 唉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去是吗 不去呢 我把这个钱吃了吗 我 我把这个钱吃了 我也吃不下去哦 我 真的心里还是很过意不去了 对吧 他把我衣服洗 给我了吗 就OK了 还要还要给 给我发了个五百块钱在里面 真的是 心里很过意不去的 对我 我 我这两天差不多忙完了 我也忙了 上次一个星期了 这两天就忙完了 我可能明后天就要 要么就回老家 要么就回去 回家 要么就去找那个二妹 把钱还给她 再回家 知道吗 就是因为她那天把那个汤 弄散到我的衣服上 我的身上 知道吧 然后当时是她 老板是不知道的 没想到过两天就 那爷姑妹 肯定知道了 她把我洗衣服什么的 然后就 就给那个 老板收了 知道吧 老板就知道了 有人打了小包包 知道吧 老板收了 老板就知道了 知道了之后呢 就 就把她给开除了 我 我 第二天才发现 我包里面有 有五百块钱现金 知道吧 然后我就 去找她 找她 把这个钱还给她 结果 她已经没有站到上班了 知道了 所以说很烦 哎呀 烦真的 这怎么这小姑娘也真的是啊 这 没笑 找笑 这怎么能发不个五百块钱在那吧 我 我 我是劝五百块钱的什么 对吧 家人们 那 弄扎就弄脏了吗 对吧 这洗了就ok了吗 还发个五百块钱 在里面 小娃没有号码啊 小娃没有号码 因为 那天 小娃留的是 我住的那个酒店的一个 做机号码 知道吧 然后她收过来的小号码就是说 那些号码也 我也去查了 查了 但是 每天打 寄出的这些号码太多了 所以就 查不到 找了八天也没找到 后面我就没找 知道吧 这个她上两个可爱这些都怎么说呢 对我来说 没什么意义 主要是感觉这个小姑娘吧 她确实 确实很很善良的 知道吧 如果换成另外一个人的话 她不会发这个五百块钱了 但是她发了五百块钱 真的我觉得心里面特别的内疚 不知道怎么办 没有关注我 要关注一下家人们 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家人们 说实话 所以我现在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知道吧 如果大家也都希望就是说我去找她 然后把这钱还给她的话 那我 明天或者后天这两天就出发 把钱还给她 如果大家觉得没有必要或者不用还了的话 那我就不去了 知道吧 因为我也比较忙 我也有我的事情 知道吧 我也有我的事情 知道吧 谈谈我们没有在一个地方 因为她回老家去了 她又回老家过年去了 这边有事业合作 所以呢 最近都在这边嘛 但是可能过两天就回去了 我也想提提大家的意见 所以呢 就给大家开个直播 感谢点赞谢谢 我现在吧 我一直想好好的就是 好好的 就把事业做起来吧 好好的 把事业做好 然后再说吧 事业为主 不去太远 确实太远了 六七个小时 我不知道怎么办 真的是 烦死了 烦死了 我现在没有悉情去谈什么恋爱 直到我家里面 我现在只想搞情 先把事业做好 知道吧 年唐她家人们怎么年啊 唐她也没有直播 我怎么年啊 她也没有开直播 我怎么年啊 对啊 我们都平时都 没有年迈 也会就是说年戏的啊 就是说 相互为后年戏 新年快乐什么的 我家里面的人 和着朋友啊 这些都很年纪呢 我家里面的人 这些都很年纪呢 我也有我的事情要忙啊 家里面 哎 你们觉得 跟唐唐她打电话 打了呀 打了呀 一天打一个嘛 就是父下为后嘛 对吧 就新年快乐嘛 但是我 对吧 不可能打个电话 还要在直播间 打着给你们提吧 对吧 感谢我小妹妈妈 收了的福字 谢谢 我不可能 对吧 跟每个人打个电话 跟家人打电话也好 跟亲戚朋友打电话也好 都要在直播间 打给你们看啊 喂 在干嘛啊 我现在在跟粉丝们直播 然后给你打个电话 让粉丝们知道一下 没必要嘛 对吧 相亲呢 就是每个人相亲 那就正常嘛 那支持嘛 对吧 朋友相亲祝福嘛 我没有那么自私啊 我没有 我不会觉得 就是我搭事就 我搭事就每个人 要和我一样的搭事 肯定要早点成家好呀 对吧 每个人成家 也需要 也希望他们 都要早点成家 幸福家人 你们觉得我说的都对 那个易老板 这两天没有说我坏话吧 让他不要说我坏话啊 年二妹 你们一天乱说 二妹的都没玩抖一吧 对 没有是吧 对 那个易老板没有说我坏话就好 他说 他说我坏话的话 如果他说我坏话的话 你们就告诉我 知道吧 他没有说我坏话的话 他没事 他说我坏话的话 我绝地不会 不会放过他呢 知道吧 因为 我也没有欠他什么 说我坏话是不行的 对吧 人不放我 我不放人 他不说我的情况下 我也不说他 他说我的话 我就要 说他知道吗 那 那 我 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然后呢 这几天 确实有点麻 也没有时间给大家直播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 然后现在 我这边 我在大年少这边 可能没货帖就要回去了 但是先回公司吗 还是先回 如果说大家也都觉得远 不建议我去找那个二妹了 的话 我就明天就回家了 如果大家觉得 需要去找一下她 把这个钱还给她的话 那我就去找她 虽然可能要耽误一两天时间 那是没有关系 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心里很过意不去 很有泪疚 她把我衣服洗了 我们就算了 还放五百块钱在里面 所以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 我再纠结 我也希望大家给我一个建议 知道吗 她确实 人挺好的 人品挺好的 咱们现在不说 漂不漂亮什么的 但是她人品很好 就说你看 如果换成另外一个人的话 她不会在衣服上 换到五百块钱在里面 她把衣服洗了之后 还要换个五百块钱在里面 但是也没有加微信 家人没有加微信 因为 因为我觉得 你看人家就第一次对吧 她也是为了我道个歉 其实我吃 吃点都行 我就去加她微信的话 就觉得 觉得我二位 对吧 我二位也不是那种人 不是四个女孩 都要去加她微信的那种 知道吧 我是很有底线的 知道吧 一般女孩美女 我都不加微信的 都是一般都是美女 只多加我微信的 知道我加人的 都是美女 只多加我微信 我不会主度加 任何一个女孩的微信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